用比較簡稱的說法 資訊站好了 我想第一個先請問副部長 通知電站 資訊站 在虛擬世界的攻擊裡面 對一般的人民來講可能覺得非常的難以想像 所以比較具體的來講 副部長可不可以舉例一下 可能會有怎麼樣的攻擊 特別接著機會跟委員報告 的確 網路攻擊是整體國家安全的最重大的問題 無論是平時 無論是戰時 他牽扯網路攻擊的範圍非常的廣泛 我們首先說網路攻擊的對手 那個人是誰 他是沒有國界的 他是有私人 個人 駭客的個人的行為 也有組織的行為 他牽扯的範圍到國家的安全 交通 剛剛所說的一樣 牽扯到所有部 所有各部會的安全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具體的舉例的話 例如說在以前 傳統的實體戰爭的話 有可能他如果要癱瘓我們的高鐵 採用的方法是空襲 或是用飛彈的方式來癱瘓 那現在他增加了一個新的可能性 他用資訊戰的方式 癱瘓你的高鐵系統 讓你在運輸這些軍需啦 或是說在逃難 在相關的交通的這些 這些相關的設施上面 可以用資訊的方式 也可以是他選擇的一種方式 委員非常深入 正如你所說的 不但交通 金融 醫療 各個系統 都可以透過網路攻擊來癱瘓 這世界上已經有這種案例啦 對 所以我想這個在 我為什麼要在一開始先 這個能夠跟國防部這邊 稍微把這個講得再具體一點 因為我發現網路上面也蠻多人他對於 他也不是太認同要成立什麼第四軍種 他不知道這個的可怕 這個的重要性 他以為只是說有人會來蓋台啊 有人會來這個詐騙電話 詐騙集團等等 他不知道這個可怕 就像剛剛副部長講的這樣 過去要用飛彈 要用空襲的方法的 今天他可能用駭客 用通訊的方法 你今天這個港口啦 交通啦 股市啦等等 都有可能被他攻擊 那在這邊我想問一下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媒體其實就有揭露一個訊息 國安局的網站一年遭到 中國網軍攻擊侵擾高達722萬次 惡意的攻擊既有20萬餘次 那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們不是只是要攻擊 中國的這個網軍不是只是要攻擊台灣 他是把攻擊台灣當成攻擊歐美國家還有日本的煉兵場 我想這個應該各位都知道嘛 這個資訊我看幾位都是點頭嘛 應該都是知道喔 所以我在這邊其實有點驚訝 就是我們今天拿到的每一份的報告裡面 除了交通部以外 國防部 資安辦公室 法務部 國安局其實都沒有特別提到中國對我們的威脅 現在全世界應該最主要會對我們發動這個資訊戰就是中國 但是我在這邊沒有要再去追究這件事 因為其實目前的政府跟中國的關係 這個一向跟人民的感受不太一樣啦 我們都覺得威脅很大 但是報告裡面都沒有清楚去寫到這個 所以我們來講我們自己可以做什麼好了 我們來講自己可以做什麼的話 2014年本來這個行政院資安會報就說在2014年 就是前年的時候應該要完成資安警示等級以及登號規範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的進度如何 這個部分是不是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完成了研究的工作 那現在正在收集相關資料 等這個資料完備之後 我們會來試編 然後來看看這個警示燈號的這個有效性 實用性 那逐步的來完備這方面的工作 所以按照你們的進度 本來2014年要完成 那現在大概是今年可以完成 那過去兩年有沒有測試說 我們大概遭受到多少次 這個 以美國來講的話 最嚴重 亮紅燈級的這個狀況 我們大概多少次 報告委員 這個 以目前我們是以資安事件 把資安事件分級 來看看這些事件的重要性 那最重 最嚴重的事件是四級 四三二一 那到目前台灣還沒有發生過四級的資安事件 那我想再請教一下副部長 那所以按照我們前一陣子的這個漢光演習 我們在第一階段的這個資訊戰我們是把它放到哪一個等級的 在我們國軍的資訊戰裡面 它沒有分任何等級 它是最高等級的一個危害 無論是平時戰時都是一樣的道理 沒有說特別等級 只要發起最新攻擊 對我們整體的都是有危害的 其實按照剛才幾位的這個分享跟這個報告 其實對我們國人來講或是政府機關也不太清楚到底我們一直是處於在怎麼樣子的等級的受到的這個攻擊 雖然可能有七百多萬次二十幾萬次的這個比較有惡意的 但是其實我們都不知道哪一次是多嚴重的 以目前來講 所以我想再進一步請教是 那我們被攻擊按照我們剛才講 有很多可怕的事情會是他們攻擊的這一個可能性 如果我們被這個攻擊是我們的高鐵系統的時候 我們是由哪一個單位來反應 報告委員 如果是在前置的 如果它是先發動這個資訊方面的攻擊 那麼這個現在的資安推動組織 也就是行政院科技部資安科技中心 我們會先來因應 但是一旦有實體的災變 我們有一個國土安全的應變計畫 其他部門就會立即的來會同應變 那如果是學校被攻擊 當然就是如果委員的假設都是從網路進來的話 那這個我們就會會同教育體系 或者這個當地的地方政府 大概相關已經有一個這個事前的應變計畫 相關機關都會進來共同作業 我大概知道目前可以回答的方式啦 因為包括我本來還想要再問股票市場 那如果物流網被攻擊 但是我想答案應該是我們會會同相關的單位 然後只要是他們相關的機關 那我們都會會同他們一起來因應嘛 那大概會同的狀況的樣子 其實我可以 等一下 那我倒是還想問國防部 我突然多想到一個可能性 那如果我們反擊敵人的能力在哪裡 例如說他癱瘓我們的高鐵系統 我們有辦法癱瘓他的機場嗎 或是由誰來發動癱瘓他們的機場 這個是不是請資安局次長來做 先做專案的報告 大家跟委員來報告一下 我是國防部的通知次長 是 一般來講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當初來所報 按照我們現在的國安法來講的話 我們國防部在平時的時候 我們是只執行各項網路的防護的工作 在平時 我們可以先比照一下美軍的部分 美軍在網路的攻擊的部分來講的話 他們也沒有辦法去做相關的主動的攻擊 或者做相關的防護作為 那我相信委員的情組上 這個月吧 有特別提出來 美國的Cyber Command 就特別提出來就是說 他們的部隊來講的話 他們針對IS的部分 他們也把它當作一個 網路上作業的目標 所以說我現在跟委員在這邊 強調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平常所做的事情 我們現階段國防部 所能做的事情做防護的作為 可是我們也要做相關 網路相關支援攻擊的一些準備的工作 跟委員這樣報告 但是目前還沒有這個能力 或是沒有這個準備 或是說這是機密不能講 我跟委員大概報告一下 當我們要去做防護的狀況 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必須要去做一些 所謂的威脅的分析 所以我們這方面來講的話 我們都有做很多相關的演習報告 目前就是沒有辦法講出很清楚的 我想我們看一下目前的組織表 這個表格大家應該看過蠻多次的 我想問一下 我們剛才講的這些單位相關的 國防部 因為我們要設立第四軍種 國防部請問一下 你們知道現在你們在哪邊嗎 大概有四層 我們有一個叫 我們叫國防分組 所以在第幾層 第三層 不對喔 你看連你都看不懂 沒有 再往下喔 報委員 對不起 對對對 我們可以zoom in 是在第四層 那今天我們在執行單位 今天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是在整個 是屬於政府 資通安全組的下面的 我們的任務編組 今天我本來 今天我本來 本來是 想像中的應該是 你們馬上會知道是哪一層 那其實在按照現在的 這個組織架構圖 其實也是被 這個很多專家學者批評說 非常的跌床架屋 那也是剛才我們的蕭主任 為什麼他在回答的時候 有每一個都只能回答說 會會同相關的單位 因為事實上 我們要會同的單位 非常的多 非常的複雜 那因此 其實就像剛剛 陳如前面這一位 同仁說的 美軍有網路司令部 現在南韓 也有網路司令部 但是我們的國防部 現在是在一個 亂七八糟的架構之下 的最底層 那他跟他 同樣位階的 其他的部門 看起來他其實 重要性 又未必有像我們在建立 第四軍這麼重要 所以我在 跟委員再補充一下 對不起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 所謂在三 為什麼第三層 是因為我們在行政規定 是三極制 這個架構圖 我們是在第三層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 就國防部來講 我們的 我剛才我們的報告 特別強調 我們叫資電作戰指揮部 事實上我們是把通資電 全部指揮 單乘一個指揮部 成績在負責相關任務 好 我現在要強調的是 現在我們期待要建立的 這個第四軍啊 他應該是要在整個這個 資安全面檢視的狀況 類似像美國的網路司令部 或是南韓的網路司令部這樣 而不是說 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那我們在問 每一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到底 我們有哪一個專責的單位 來處理的時候 只能說會同相關單位 這個也是為什麼 現在我們主張 其實應該要這個停止 要廢除這個 資安中心的這個設置 因為我們認為 這應該要全盤的來處理 然後整併疊床架屋的這個組織 在這個脈絡之下 其實我是支持 這個國防部應該要建立第四軍 那我也覺得這個預算 應該要這個 有所保障 才能夠真正捍衛我們的這個 尤其是這個資訊上面 這網路的這個國土安全 那期待未來我們能夠建立一個 真的是一個 能夠專責分工清楚的一個 這個面對 因應這個資安的 這個政府組織 謝謝 謝謝委員 接下來 我們請羅智政委員諮詢 主席可不可以請政府部長 副部長 還有人事的次長 可不可以請 委員好 次長 還有委員長 副部長早 委員好 早 今天跟昨天看了很多的新聞 內心其實蠻沉痛的 副部長知道原因吧 知道 你看看這些電視的報導 壓力都是假 報軍官裝病領退伍金 裝病三個月就退 退伍領近百萬 國軍英雄輪詐騙 不能說的秘密 次長你看了什麼感想 部長 副部長 你聽了看了什麼感想 是 我第一點跟委員報告 我們國軍要編組21萬人 絕大部分的官兵 陸力在戰訓本物 不畏苦不外難 捍衛國家的安全 我相信 絕大多數